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回到言之志的遊戲 上次就是一個試玩片段 今次應該是正式踏入這個冒險的旅程 話說最近我都比較忙 但都抽時間給大家看 因為我看到這個人數都比較多人想看我玩 也有部分可能看到這個gap好像挺吸引的 也想自己down我來 好不說那麼多 我們先打了這個道館再說 他的BGM應該是屬於八必那類 他有... 他似那個風格但應該不是那個set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 總之我們馬上飄機這個時空桿 好第一個道館已經出現了這個7L的獨角西牛 比較少見的 對啦 因為獨角西牛這些重 竟然在小桿這個道館出現 好 對手使用的是擊落 嘩 而且還要擊中要害 感覺有點不妙 但由於我們上次都說過 比加超賀招2連便宜 所以其實呢 在打這個岩石系造型來說 是容易打很多的 比起以前的 好 最初先用岩石打磨 提高了兩級的速度 可惜還是不夠我們比加超的速度快 很威合力 好 但我們都要回血 我們都要回去回血 因為被這個岩石技能打中了 血量只剩一半左右 PC 剛才先回血 暫時聽到這個BGM都好像是一種 舊式的BGM音樂 挺舊式的 好 馬上再次挑戰離比試的道館 打完一個訓練家之後 就立即挑戰小剛 證明小剛這個道館究竟有多貧窮 只有一個弟子去幫他把門 看門口 OK 那就來了 他是不是有什麼 新建遊戲 舊遊戲傳檔 我消費了第一 是不是這樣消費 OK 好 立即挑機 小剛 心灰市的道館管主 堅如龐石的意志力 這個硬如橫石 堅韌不拔 展示你最好的一面 咦 竟然是這種選角的熱面 好 立即開播 這個小剛的樣子應該都是心金的圖 好 立即出了他的王牌精靈 其中一隻是小拳石 我們炎不拔就沒什麼問題 打到一半就OK 投窄地球 投窄地球只會受到這個等級傷害 即是扣發力血 好 用了兩次炎踢 小拳石就分低了 好 現在派出的是小剛王牌 大岩蛇 不一樣 都是用二連踢 五個半 即是大概打得60%左右 未夠50% 因為如果他50%的話應該就變成剩下 暫時看來應該是要再中多一下就死了 嘩 非常之容易打 因為你看到有二連踢 打硬是真的太容易打了 如果你沒有二連踢這拳技 比加超其實是在前期很難贏到小剛 好 恭喜你獲得了這個灰色徽章 好技能機 顏斌 嗯 tm 招式學習器 好 有機律師對手萎縮 顏斌來過其實作為第一個導管匪 其實是有點強的 因為顏斌這招技能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打到Pokemon的對戰 或顏斌其實很多時候都在一些 玩家之間的對戰是經常出現的 所以呢 證明他的威力 和他的 他的 他的常見都非常常見 但是他沒得看什麼 他沒得看這個 招式的威力 暫時找到一個小小的缺點 馬上又可以和訓練加打 因為有些人都未必說可以完全知道那些招式的威力 那 暫時我看來應該是需要 找一隻 這招技能的精靈 你才可以看到那招技能的威力和命中 如果顏斌的話正常好像是 我都忘記了 顏斌是不是75 75威力 90 5命中 還是90 90命中 大概是這樣 我也不太記得了 那些招式的威力 沒有打了 那些Pokemon 好 那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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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打這個蟲系的訓練家 蟲系的訓練家對我們來說 都是問題不大 我們已經用10萬分手 噢不 中毒 應該用10萬分手 不是這個中毒 有點麻煩 鹿毛蟲好像 鹿毛蟲 鹿毛蟲是不是用電 好像會有抗性 我沒有抗性 我一直弄錯 好 搞定這個鹿毛蟲 我現在中毒 咦 好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中毒狀態 因為我在走的情況下 都沒有扣到血 那證明他這個中毒 是說 這個中毒狀態 是 黑白打後的中毒狀態 因為如果大家 有試過在中毒情況下 其實他會扣血 據我所知 好像是在黑白打後 是不是已經消失了 這個 暴行中毒的效果 好 普通系 一直 這也是2連 最喜歡的 特別是 電球 電球 電球來說 其實 不可以說很強 因為要根據小技的速度 但是我們比卡超的速度 我覺得還是要用10萬服 始終電球這些 前期這些闖關的 關卡應該不會用到 OK 要打這個 其實如果是 如果是用比卡超打這些 其實都不會 不舒服 應該要用 比比了打 其實 比比了打 一刻他的飛行系技能 起風 嘩 這些才是傷害的 比比了 作為這個前期的角色 比比比了假 即是 最強的 職能 又異星又異宗 打蟲是一流 好 都為喜風再見 真的一下再見 好 下一個 等打完這些訓練家之後 我就下去看看 那個 草蟲有什麼精靈 爆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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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痺了 好 行行行行 這個爆炸點 這個爆炸點的經驗 十分可觀 有精靈牌 剩下 橙橙果 回十血的果實 有什麼 猴怪 猴怪 我們有格鬥系來說 猴怪就不需要用了 因為單一格鬥系屬性 其實在關東地區 其實 比較輸是 我覺得 比較輸是 因為如果用格鬥系的招式 應該是 黑屬性應該只有岩石 然後 好像沒有了吧 好像沒有了吧 所以 捉來又怕沒什麼作用 我們進去吧 這個是不是 商店裡 直接在賣東西 哇 哇 我買隨重噴霧 哇 瑜伽山隧道入口 哇 挺有趣的 跟我想是不一樣的 但是這個瑜伽山 應該是 火紅的瑜伽山 買點噴霧吧 幫襯一下他 在山洞門口賣噴霧 沒有人幫襯就太可憐了 OK 我們幫襯他一下 這個驅蟲噴霧 按照正常的原版 是100部 100部完了之後 他就會提示給你說 這個噴霧已經使用完畢了 是不是跟回原作 這樣走 看個款式 看個款式 看個款式是 好 哇 他竟然是走這條路 而不是走下面 大家剛才看到 驅蟲噴霧 當你用完的時候 他都會叫你提示補充 皮皮的妖精系 但是我不知道他這個 我想他應該是妖精 所以我們不要用格鬥打 靜電吧 既然拿 嘩 不要打死 好 停 好 打五下 好厲害 咦 我突然想起 如果這裏沒有PC 那我要回回去 我要回回去 叫做 來比試 不如見山沒有PC 有些麻煩 有點麻煩 麻煩 停 喂 停 喂 應該贏了 但是打後的就不肯定 現在呢 不是 4呢 按不夠打呢 活力碎片 這麼快 活力碎片 嘩 嘩 OK 看我不到 嘩這條路 這條路 啊OK 我也看了這條路 應該是這裡 看我不到 我們應變側面 因為我們只剩下 比比料在身上 千萬不要 亂 觸發戰鬥 嘩 強行觸發戰鬥 這個 這個是不是毒系那些 天複那些 啊 臭泥 真的是毒系 這隻 汶水 嘩 有時候有汶水 三下氣風才打死 要臭泥 你用哪 不過不要緊 這一下應該死 其實應該差一點點 不是 哈哈 嘩 為什麼會是你 他黑著我 嘩 他還要爆擊 厲害 馬上送我回家 這條路會不會太長 去到 遇見山那裡 噴霧馬上浪費了 這條路會不會太大 哎呀 這個要打 可能是買一些藥 上身 咳咳 波波球 14layer波波球 是我Skip太多睡覺 還是 還是 奇怪地高 異常地高 這個位置的level 好 我們都順利來到這邊 試一下不噴霧塔 他會出什麼精靈出來 正常就是蝙蝠 對 一樣 都是超音蝠 超音蝠 派拉絲 小船石 應該就這三款 還要穿山樹 所以這裡是必須要噴霧的 否則就會 不斷撞蝙蝠 如果是剛才那個訓練家 我想用比加超應該會贏到 哎 不可怕了 這裡有點命打 OK的 OK的 超難打 有加到是 比加超 超難打 好 都是普通 比較容易 這個 超音蝠 輕鬆 再次 立刻送他回家 好 好 好 希望今次這個噴霧可以順利去到那邊 對 這個都未打 走路草 這麼快有些有抗性的情況 好 好 直接轉 打得不高的傷害 想到不如直接換重 比較 好 不用認 減疾 沒有減疾 真的只是中毒 完全傷 OK 下地是什麼重 下地是什麼重 喇叭牙 OK 繼續飛行 好奇怪地 這裡竟然有這樣的重 好 因為喇叭牙這些重 是說 第二世代才出現 好 在這個金紋版本裡面 這裡的火熊有沒有見過呢 這個火熊 我不印象 大食花也有印象 硬露草也有印象 但是 喇叭牙我比較少見 為什麼我忘記了 我們10萬都可以 輕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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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 好 沒有買中毒藥 看來去到下一個城鎮的時候 要馬上買 買這個 解毒藥 我看這個版本裡面 哇 陰爆 陰爆是最惡的 接著 應該是2連擊 2連擊 2連擊 5連擊 2連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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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爆 看來 鐵快 印象 真的都可以贏 但是很問水 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這個會適用鷹爆的 鷹爆這招真的太無敵了 好,我們避過去不要打 這裡...是不是出門口了? Oh yes! Oh yes! 出門了 Very good 這個是什麼? 正在C攻中 它是一個全新的地形 因為大家知道華南市如果跳到右邊 你是回不了頭 我不知道為什麼當時 這個紅板和火紅板要這樣設計 究竟是什麼原因? 跳出來之後就回不了月見山 是不是為了不讓大家去抓一些 黑制到水系道館的精靈 所以出此下策 還有這個華南市也有點改變 沒有了上面那條橋 沒有了上面那條橋 但是有下面那個山車舖 有山車舖 也有下面的枯葉陣 但是應該暫時就還未解決 我先用鷹爆 鷹爆這些技能 好,到處看看那些人說什麼了 那暫時的旅程就是來到華南市 那下集回來就打這個導演 到處探索一下,難得玩這些同行遊戲作品 嗯,OK 一樣也是在說單車需要給100萬 OK,很大膽完成所有導鑑 有多大膽 精靈沒有進化,而在戰鬥中遇到群 如果是要試試這個 哦,進化奇石 給誰用呢 很威用 正在我找一個小拉達 要不要用它來換那隻萬騰怪 嗯 萬騰怪 好,原本這裡應該是換蚊香蛙 這個位置 好像是蚊香蛙 還有喉嚎嗎 這個位置 不要靠人喉嚨 ZZZ OK 既然你敢說 我就去靠近一下 看看你 順便Save 怕有什麼意外 沒什麼特別 沒什麼特別 可能左邊的路是否要去華南洞 好,去探索這個位置 是不是紫緣陣 哦,直接下去敷業陣 不是敷業陣 是敷業陣 是敷業陣 這裡去哪裡 沒有路 哦,是這裡 上面那個就是那個蛋屋 為什麼這裡會有什麼路 走進去 真的 蛤 寶可夢香 有什麼特別 先探索一下這個草地 哦 竟然是大石花 大石花對我們來說沒什麼用 沒什麼用 主要 打水系的話我們已經有比嘉超在身 而且他的level會不會太高 和我同level會不會太高 這個game可能他的level也有調 調整到是不是和主角場 嗯 竟然有走路草龍大石花在那裡 大進境 草系的精靈 草系精靈專用 因為他只能吸收對用 派拉斯不方勁吧 我都沒抓過你用,派拉斯 就算有都可以用功... 這個位置怎麼會有鯉魚王呢? 難得一見,為什麼不死呢? 弱氣 我們可以抓一下看看 鯉魚王,一個搞定吧,不需要那麼多 OK,非常好 好,既然拿到新精靈,我們當然就立即鑑定在下面 鯉魚王,爽狼性格 有點過分,對性格 5速啊? 22防15攻,28防8攻 膽怯 膽怯這個... 膽怯這個特性... 是不是夢特性來的? 印象中好像... 他一個是膽怯,一個是...不知道鯉魚加速的嘛 好,我們不要理那麼多,我們多走一會 今集差不多 等下集回來,我們就立即挑機打這個華纜導管 這裡究竟可以去哪裡呢,還是單純 單純魚這個草系的精靈 即森林類的精靈 咦? 很關心這片森林,和森林裡面的精靈 不辨之蛇 我想讓皮蟲子去外面看看 可不可以帶走奇異種子喔? 竟然? 這些是... 小智的劇情來的 因為小智是有余三家的嘛 所以呢 這裡裡面呢,他都可以選擇讓你帶走余三家 不錯 但是他會擋住...我想進去家屋看看 12這個奇異種子 勤粉 嘩,這隻 太差了 太差了,一速 對,有... 有些少差 出來看看這裡 24號道路 24號道路是哪裡來的 我沒有地圖啊 這隻是管主的命令 這裡不是去福業陣的嗎? 好啦 那今集就在這個戰鬥當中結束啦 因為呢 剛才我們就 拿了一隻奇異種子 但奇異種子其實不達 不達我的標準的 所以呢,可能我會使用個體值 重新去領取這個奇異種子 然後呢 直到合適的個體值或者性格 那就... OK啦 好,那今集的言之旨就來這裡先啦 我們下集再見 各位,拜拜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